这些事情都探出来 但是始终到现在为止 能够把自己所受的遭遇 讲出来的还是不多 我们在纽约的时候 跟新党的人士有迫有交往 各个都倾向中国 唯一一个新田的反共 我们到过他家里在厂管家里 后来才了解他在江西投资 有三百多万美元给昆安党吞掉了 所以新党里面我借助的就他一个反共 因为他自己被吞掉了 其他的就没有 所以可见这里面 但是他也不敢把这事情 能够写出一本书 三百多万美元这个数字也相当大的 但是他也不敢写出来 只是说跟朋友谈话的时候 会发牢骚会埋怨 另外就是说有些台商 他有个自尊性问题 他说我被共产党骗了 是我这个人不行 再讲出来自己丢脸 所以明明自己吃了苦头 也就不敢讲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相信这个 但是我想真的这个台商 对共产党的认识回备会比我们留在台湾的普通台湾人 对共产党的认识更深 因为他通过通过那个在中国跟具体共产党官员的接触 知道了很多 我在中国允许就允许我到台 到中国去的那几年里 我跟一些台商又有接触 那我一到他们那里晚上 我又有一个台商是台中的 做山的 我到他那个共产党里 住了两晚 那两个晚上那个台商都在请中国 一个请公安局局长吃饭 又一个是请派助所所长吃饭 吃完了就是看到我可以 在里面就胡搞 就是这样子 他们也还有个香港山人我也去了解了 他们的海关一些一些很多秘密 他们都非常清楚 共产党官僚的本性都非常清楚 所以呢 你说妈台商投票怎样怎样 我都不认为台商里面 大部分我回来投票会投懒的 我并不认为这样子 我想大部分还是投绿的 但是如果不再一起投票 在中国投票的话 那百分之百要投懒的 如果回来的话是不一定的 就是我们访问他成立的时候 有个台商朋友也跟我 后来跟我们聊了很长时间 他就说台湾这个公务员 特别是高级公务员 都是外省人做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工作比较保险 比较清闲 待遇也 福利待遇也不错 但是本地台湾人 真的从中小企业 为了赚钱 从中小企业做起非常辛苦 所以他们很知道这种 对这种算点苦 都知道 所以我们在对台商 还是少卖一点 都 特别是做一些企业 都同行他们 都帮他们想一些办法 我想高里斯坦出的这本书 当然也就是这方面 指出这个 怎么样你都让台商回来 我也并不是反对台商到中国去发展 大家不要抓紧 都要生活 但是就希望到中国去发展的话 他就应该要记得 一个是要守住台湾这个灯 不要忘灯 第二个呢 不要充当政府 不要充当困难党 那种以伤为证的工具 台商被困难党认识 所以我也想讲两点 一个就是说 高理事长讲的就是 雷托台商是中共的国家政策 这个大家都要知道 即使他跟你撞笑脸的时候 也知道这是他国家政策 那就是因为困难党 并不是像台湾的一些 像民进党或者什么党一样 他就是本身就是利益集团的组合 以前还有改革派 保守派 现在呢就是一个雷托派 即使内部有斗争 你也别以为一个是改革 一个是倒退 这两个利益集团 分背部军的斗争 这点上一定要充分认识到 所以做好各种枉端出师 第二点呢就是 中国对台商是前功后拒 你还没有上钩的时候 他各种好话都说得出来 以前一直肯定台商对中国的奉献 这是80年代跟90年代 但是到21世纪以后 就开始嘲笑 你们台湾因为我们中国的经济 你们台湾的经济也完蛋了 那就等于说你以前叫台商去投资 也是共产党印光丸的把实 叫做引死出动 你出来以后我把你吃掉 所以呢大家很记得 2007年一个索得税法 2008年新老冬法 台湾的台商在这方面 有很大打击 所以在2008年 那年就出现了很多台商的逃亡草 这是共产党对台商的政策 然后台商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台商一个先办成一个张清晰教授讲的 要认识共产党是流氓 200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80周年 我那写的一篇文章就是 你是流氓 你是一个流氓 你是一个流氓就讲共产党了 因为我小时候 我十几岁在印尼的时候 已经学会共产党的本命歌曲 叫做你意思等他 总要做的一名钱还一样 就是吹捧共产党的 我想这个 过去老讲也是等他 反正这个国共产党都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我应该讲 你是流氓 我就反省过 你是流氓 共产党就是流氓 你就知道怎么对付流氓 所以流氓就是 你跟他下个人叫趴破头 你跟他这样趴破头的时候 对他就是好朋友 他可以照顾你 问题是 共产党官员不是做的意思 他下来以后 花了一个你没有重新来过 你非常的辛苦 第二个流氓就是欺网派应 你跟他太软了的话 他就跑到你头上来 他有四强领弱 你显得越弱 越怕他 他越是要欺负你 所以我想要抓住 抓住他这个规矩 也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台上对共产党官员来讲 一定要 一定要 要抗争 要能够抗争 要保住自己的潜运 潜运 其实他们共产党有他的弱小的意念 像最近习冠军来 听高理事长讲 在元山 他们一出来带台上抗议 那个习冠军就立刻包头鼠窜 连看都不敢抗议什么东西 就赶快就 赶快就溜走 所以别把他们看得太惨了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Google Google最近也反抗了 这个Google 最近一反抗 Google他本来 最近 最近一个对台湾军售 中国一个少将叫杨毅 跟一个国台湾主任名是一样的 他讲了一句话 现在我们要开始给美国立下规矩 那是出口狂妄的不得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 因为共产党爆发护本性 他一下子立定之魂了 所以美国最近也反击得很厉害 我想Google事件 是观察中美关系最好的标志 中美关系 美国开始在反击了 我这一期的玉山周报 我专门也写这个 欧九马现象 欧巴马 旧山尤基夫 马英九 这三个人 好像都是代表新的形象 结果一选出来以后 三个人都投向共产党 都怕共产党 但是因为共产党太嚣张了 他觉得了不起了 所以这三个人就民调 把他把他钱都掉下来 把他掉下来 把他掉下来 因为美国最有实力 所以他第一个反击 反击中国就是美国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世界 也不需要太悲观 物极必反 大家相信这个问题 然后台商 第二个就是台商 到中国去投资 要了 你就投资的很大 中国不敢动比 但也不是绝对哦 比如说那个星光天地 比如说 不要大 小小的 你慢慢的赚钱 你一大了 他就眼红 你要小的小到他 对你不感兴趣 他没有必要把你 他都尽量吃掉你 孟天地的投资就比较 比较安全 你也不要太贪心 另外总部 钱全部都设在香港 即使中国的 他把你撑掉 也不会撑掉一个工厂师 反正低比是不他的 就是那些失费 那你拿掉就拿掉 就损失 损失比较小 这方面台商 可以适当地 也可以走界经验 要么就很大 要么就很小 这样子可能是比较 比较安全 我想我今天讲的 大概就是阶线吧 我希望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提提的 谢谢 谢谢林保安先生